Hello大家好 欢迎回来今天的Regina Nose 这令人期待的 缅度爱用品 第一个呢 说一个经典 带有老生常谈的 后半年我种草 回去了Armani Luminous Silk Foundation 我的色号呢 是3号 哦太合适了 就是今天我脸上这个颜色 简直是最近的 这个肤色期间 我的人生最爱粉底液 我想要把它放在床上 盖着被子 晚上相拥而眠 不易氧化 很容易滑开 质地很薄 但是不会说那么干 上脸以后迅速固定 就不怎么会跑妆了 有的时候做完瑜伽以后呢 它也不会斑驳到惨不忍睹 我觉得Marnie他们家做粉底 真的是太棒了 Luminous Silk呢 其实已经是 好久以来的一个经典款了 用来用去 千帆过境 翻回头来还是爱它 按丫头 质地是那种 带一点点哑光感 带有从你的每个毛孔里面 透出微光的那种高级 这个3号呢 真的是我的人生的颜色 没有那么粉 也不会说那么白 亮亮的感觉又有 隔一段时间呢 可能就忘记啊 Marnie带我的好了 但她就像一个忠诚的恋人 还是守在那儿 每次我翻回头来的时候呢 还是觉得回了家 第二个呢 喜欢的是黑管的 这个遮瑕 也是Luminous Silk系列 跟我八字比较合 应该是能结婚的那种吧 这个我的颜色也是3号 非常好用的一个大绒头 局部提亮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用白一个色号 我日常呢 有底妆的时候 会把它用在鼻翼两侧 遮法令的嘴巴两边 这个比较暗沉的地方 眼下稍微遮一下 我成年累月 留在那里的老黑眼圈啊 我觉得日常还不错 跟我的粉底液呢 很耳烂 超润 都不会Cakey啊 像他们家黑曜石面霜一样 那么滋样 色号 质地啊 感觉都贼对味儿 买了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色号 用液体那种修容 做那种扭扣鼻 TikTok上很流行的 把鼻子推起来 凹陷的地方呢 画一道啊 下面画一道 两色画一道 漫画感的鼻子 真的超好用 当我懒得用底妆的时候 我也会专门用这个遮瑕 在脸上局部这么晕开 把脸上颜色不晕的地方 稍微暗沉一点的地方 或者稍微放红一点的地方呢 刷刷画一道 再还没有来 即便是猫咪之前呢 稍微把它晕开 整个脸的肤色就晕近了 快速出门发 推荐人生常备两管 一管颜色亮一点的体量 一管颜色暗一点的修容 你就无敌了 无敌了 第三个喜欢的Marnie他们家 液体眼影 M20是一个稍微暖一点 活色 螺色的 非常适用于大面积打底的颜色 把轮廓搞得很立体 你要在眼尾稍微局部叠 加一点点更深的颜色呢 M22给你 稍微冷一点点 稍微重一点点 棕色吧 很香浓可口丝滑的 牛奶巧克力的颜色 哇 这样的颜色搭配起来 真的是王炸 我其实之前还录过一个 短的小视频 整个就是用Marnie他们家的东西呢 化了一个裸妆 可不是给你们吹 姐最近化妆技术呢 还是有点点增加 多了一些细节 所以小伙伴们评价还挺好的 那个里面的眼影啊 用的就是这个Marnie 它的质感啊 像手摸到天鹅绒一样 超级丝滑 轻轻那么一推 用手指啊 在脸上就能晕开 日常适合通勤 超快的 很有质感的 雅光面妆容了 直接把你的高光 bling bling的亮面眼影 点在眼睛中间 塑造一个女神光环就好 特别快上手 特别好看 推起来那个质感 就好像喝了一大口 那种奶香富裕 但又不会过于甜腻的 热巧克力 太喜欢他们家的叶体眼影了 自己也有亮色 带细细蜜蜜蜜 闪片的颜色 改天我带去收一只 好 我最近是不是变成 Armani他们家的粉丝了 分享一只Armani他们家的 Lip Power口红 是水滴状的这一个 这一款在我的概念里面 它其实一直是哑光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年纪见大 可能没有那么喜欢 聚干聚哑光 就有范儿那种口红 你最好给我嘟嘟唇 你最好给我水光唇 最好能掐出水来 最好12岁 之后我就发现 他们家出了这个盖子 就有点发亮面 这个Lip Power这个系列 瞬间爱上了这个109 非常温柔 非常暖冻 非常适合那种毛绒绒的 小毛衫 它在皮肤上是这种感觉 超显白 但是皮肤自然纹理 小光泽的那种 豆沙色 偏浅淡偏粉的颜色 涂了以后呢 就像是一个岁月静好 每天呢都用闲暇时间 喝茶 看书 研究精致生活的姑娘 会觉得万物温柔 时时刻刻都有一道 最美的阳光 打在我的脸上 很好很好 很好 hold住 素颜涂出门都很美 轻轻松松 就有那种温柔的氛围感 OK继续 为二两个 比较有感觉的 护肤品一起说了 上两个月 我去找Marni他们家呢 做了一个facial嘛 顺便被facial小姐姐呢 种草了 黑钥匙面霜 在咱们亚洲啊 火了很久了吧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就有的时候 你们知道对护肤品 什么的不敏感 当时是给了我两个中样吧 两个都这么大 已经用完一个了 特别喜欢 分那种水润型跟滋养型的 因为是冬天嘛 而且我最近还蛮干的 要的都是滋养型 就是比较偏厚实 小勺子挖一点点出来 放在手上 用有温度的手掌 轻轻这么一揉 一下子就乳化了 向两边上脸 往向上的方向 提拉提拉 就可以睡觉了 因为它质地比较厚实嘛 所以我一般都是 晚上睡觉之前使用 我觉得修复特别好 急救特别好 就是我这个人 老是来来回回的过敏 就隔一段时间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皮肤就会隐隐的发热 有的时候隐隐的泛红 有的时候有点小小刺痛 过敏啊 你真的别在找我了 我们不能做朋友 尤其是天比较冷的时候呢 发作的尤为明显 不适的感觉的时候呢 晚上呢 我就会把黑钥匙面上 涂得厚一些 第二天前呢 就发现昨天晚上啊 连夜过敏的卷铺盖走人了 皮肤啊 就显得很稳定 肤色很均匀 那种火辣辣的感觉 也不见了 小小的刺痛啊 泛红啊 就都美了 就是一张云进白皙的脸 这一罐用完呢 如果说没有PR来找我 我就自己购入吧 就还给了我 新款的那个 细长那个管状的 黑钥匙眼霜 这个啊 其实一直在我的旅行包里面 就是为了时时刻刻准备 这个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算是正装的 也是一个长长细细的一个管 上面有一个那种小钢猪 点铜链放在眼睛下面 没有什么味道 滋润眼睛下面的细纹啊 以及去黑眼圈还不错 我觉得眼睛下面会喷一点 就好像反正是钥匙 有人爱我 见不得我一丝一毫狼狈 用一个小刷子 在我眼睛下面刷了一些 会让眼睛下面喷起来 哑光的那种体量粉 比起刚才那个滋润款的 黑钥匙面霜 我觉得不会说那么厚 还是那种一下子就晕开的质地 细细润润的感觉 对于眼下凹陷的效果还不错 就仿佛两根无形的蛋白线 哎呦 往眼睛下面指蛋白线 真的是我的黄片大老爷 特别好用 没想到脸没了脸没了 碰到两个这么好用的护肤品 刚才外卖到出去吃一口饭 你们猜我吃了什么 小笼包 现在的我吃中餐 小笼包和那种桂林米粉 云南米线 真的是我的人生挚爱 我真的是会为了他破功自己的16加8 人生最讨厌别人吃宵夜 但我可以吃米粉作为宵夜 就是这么没原则 日常为自己所宠爱的人 和事物破格的那种人 给自己的不自律 找了一个冠冕堂皇 价值道德 升到这么高的一个理由 喜欢的就是今天脸上这个眼影 最近啊 老喜欢化这个妆 蓝蓝灰灰盈盈 大家都很宠我 你们老是说我这一个眼妆好看 就是用这个眼影盘化 无二呢 今年的一个圣诞 2023年吧 去年 老是不喜欢 现在已经2024年了 2023年的一个圣诞鲜亮 它的色号是043 名字叫做nightwalk 模样就跟名字很配 上面呢 原来是有复古的花纹的 但是因为我就用的太多了 花纹已经蹭美了 大颗粒的亮白色 细小 泛着神秘光泽的浅灰和深灰色 配着一个黑色 画小烟熏美的气势磅礴 画日常那种银灰色妆容呢 就是一个冷艳 属于暗夜的姑娘 质地也都很好 不会说很显纹路和毛孔 把用之间会觉得 蛤 不会花冷色 用了我会觉得 可能是我人生里面碰到的 对冷色眼影最好的诠释 我甚至不讨厌黑夜 不讨厌下雨了 因为有了这个043nightwalk 我就是一个走在冷雨夜里面 裙子轻轻点点的发光 满怀憧憬的 去赴约一场彼岸的约会一样 美得神秘 冷艳 但当你走近我 你会知道我多爱你 我今天算画的比较淡 如果说你稍微有个晚艳 或者什么 你可以把黑色 或者深灰色的感觉 画的稍微重一些 所有喜欢冷色的眼妆的小伙伴 当我没说 我肤浅了 我这么久才知道 所有没有尝试过 冷色亮眼影盘的小伙伴 都试一下nightwalk 太好看了 它里面这个最白最白最白 亮拍比较大的颜色 就可以当高光 放在眼睛下面 放在鼻子上面 你需要碰起来的地方 我今天也是用它打的高光 另外一个腮红的 也是我今天脸上这个 是那种浅浅的蜜桃色 很适合眼下 这个也是Dewoo 他们家圣诞的一个系列吧 它是211号 Precious Rose 珍贵的玫瑰 特别好看 在脸上的 真的就是一朵温柔 又珍奇的玫瑰 那一抹不强烈 但是温暖的夕阳 上色不是很重 我觉得比较适合 就整个底妆很白 西放在眼下 整个人呢 有一种若有似无的好看 如果在童话里 大概就是会 掌管花开花落的精灵吧 善良温柔的爱着这个世界 给碰到的每一个人 绽放出一朵花 在看到他们 欢声笑语的时候 自己的脸颊上 也会绽放出 一抹奇异的花朵 那种颜色 太温柔 太甜淡 这么一抹落日珊红色了 Dior的这个液体厨用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是圣诞新系列 Sequen这个系列 TikTok啊 很多博主 用它做那种试色 我最喜欢的色号啊 其实是833 这个颜色啊 是很深 很有气质的那种砖红 特别特别适合节日 显得人巨白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creamy 像是那种奶油融化的 手上那种质地 把它放到嘴唇上 稍微干一点的时候 就这么抿一下 嘴上就会 抛出一把碎钻那样的光 巨美 就好像魔术师啊 赋予了这个唇膏生命一样 鸣嘴的那一瞬间 我都被自己陶醉的不行 它很神奇 虽然说bling到 像是圣诞树上的那种小灯光 像是一条漂亮裙子上 所有吸人眼球的亮片 但你不会觉得它难hold住 就出门一整个 所有的五官都变得伶俐又好看了 对不是那种温柔化的 就是会闪耀到别人 但又无法让人把目光啊 从你脸上拿下 我不知道这个唇油 现在是不是已经卖断货了 我还在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用它 上一个视频啊 给大家搞情绪那个视频里面 用的也是833号 620呢可能就更亮一些 两个都好看 真的是party神器 下面这个833呢 我在手上抹开了 它那个bling bling的感觉 也能出来 是那种非常细碎 巨美巨美巨美那种小钻光 带魔法的光亮 不过是个不太好卸的唇膏就是了 需要那种专业的眼唇卸妆 但是好处是也不容易掉 细细碎碎的小亮光 永远都在你嘴上 大概会预示着明年细碎 但是引人注目的幸福 我感觉这个 我可能跟大家说过一次 但可能我没有说过这个颜色 太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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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r Show这个系列的 24 Hours Stello Intense Waterproof Eyeliner 它是两头的 有一头就是这么一个小笔盖 然后打开了以后呢 里面是这种铅笔的 这种比较粗 是很好上色 很丝滑 颜色呢 很浓郁的那种 今天用的也是这个眼线笔 因为黑色嘛 很适合最近我老化 这个Dior Nightwalk 这种冷色的小烟心妆 另外一面的海绵头也很好用 这种硬硬的 它会稍微的在下眼线的后半段呢 用这个眼线笔稍微的描一下 然后用这个小海绵头 稍微轻轻的晕开 不易让人察觉 小的那种眼线下质吧 太好用了 我觉得我之前呢 跟大家说过 他们家Taupe那种颜色 或者是Barkling Brown那些颜色 都非常好看 这里面带着那种 小小珠光的那种棕色 无论是在假睫毛里面 甜甜内眼线的 还是画眼尾那种拉长啊 非常非常的丝滑 颜色非常非常非常的浓郁 我这种油眼皮啊 很喜欢吃眼妆 晕眼线的人呢 用它一整天 十几个小时 一点都不会晕 我已经用了三四支了 手感特别好 使得特别顺 就好像多饺子馅呢 有一把合手的菜刀 和面 有一个好用的盆一样的那种感觉 有它就安心 我出门就肯定是最美 哇 这么好用的东西 老娘少说 再收集三个颜色吧 Dior的香水 高定仙 今年年末 我的最爱 圣诞节日前 李吴分享了 有说这一支香水 说我怎么学法语 都不太能念得清它的名字 反正我还在努力学法 也会有一种 Dior的感觉 非常喜欢这个香水 它的中文名叫做 旷野杏布 今年年度最爱 必须给它留一个位置 你闻到 第一下就会被中藏 之前听我分享过 这个香水的小伙伴 请原谅我 可能你们又要听我 又相同的话 是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遍 表达一下我对它赤诚的爱 是那种自由 温柔 坚定 果感 非常非常非常淡 是无花果 那一抹绵密 清新 偶尔冒出那一丝小甜味啊 却又满足了我 某一丝想要嗜甜的贪婪 果杂着奶油 会被那一抹青草 和泥土的气息中和 我用了它一话 觉得自己就是在 无人机拍摄镜头里面 一抹非常庞大 空旷的景色里面 前进的一颗渺小的沙粒 从来没有停下过自己的步伐 美的真的就是旁若无人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还会翩翩起舞 干燥 温暖 轻浮在我的脸上 让我更加坚定往前走 寻找那一片 在我自己理想彼岸的绿洲吧 彼时到达 我想我脑海里所有的 奇珍异寿 小鸟 花朵 都会朝我微笑 绽放 路过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去闻一下 整个人就是一种沉溺 美好 但是坚定 毫不动摇的感觉 娇兰他们家那个新系列 139号 这盖子也贼好看 那的香地之皮 娇兰他们家的唇膏 众所周知 这个小盖子打开啊 小镜子啊 真的就是爱住了 高级住了 雅光丝绒的质感 偏暖色的那种蜜桃 蜜桃�色 包容性很强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肤色偏白一点的姑娘 但像我这种黄吊 一二白啊 其实它也蛮友好的 就是一个贼症贼症贼症 这种很有气质的裸色 就在嘴上就 好好看 多好看 放在包里 拿出来也是那种 精致的法国女人 就是那个范儿 就是裸中带菊 仔细一看 又觉得找不到替代 那种可柔可媚的那种感觉吧 好喜欢这支成膏 哦 它属于那个系列 叫做宝石系列 我想起来了 感觉啊 搭配那种 比较欧美的妆容啊 比较哑光的妆面啊 尤为合适 今年的我 非常喜欢国货 这个是卡奇色彩 它们家的 名字特别直白的眼线笔 叫做巨好画 眼线胶笔 一个是02号 深棕色 一个是04号 这个是酒红色 就发现眼线啊 如果你要有气势 就往深色上 就往黑色上画 如果你要它温柔 要它日常啊 就往棕色上 就往柔魅那个感觉上画 特别好 然后另外一个酒红色呢 比较适合玩妆时候用 我通常都会叠加在 我自己正常的眼线上面 配搭今天的穿搭 唇色 或者配搭今天眼影的 特殊颜色 都很好看 它里面打开 它是那种很细的那种 就是不会画翻车 非常新手友好 质地偏软 它就是轻轻一画 就可以画出 非常流畅的线条 很好掌控 就好像一个顶级的剑客 然后它用的剑呢 已经陪伴了它30多年 出门啊 战无不胜 刚才我给大家分享 Marni液体眼影的时候呢 给大家放了一个小视频 在那个小视频里面呢 就是用这个卡其色彩的 句号画眼线胶笔画了 当时有很多小姐妹问 我也在那里 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分享 因为觉得好东西啊 值得全世界的小姐妹共享 就很丝滑 很利落 就粗细也很得当 喜欢一个花枝小 他们家的唇釉 它这个是天鹅芭蕾系列 成膜镜面固体唇膏 B08红五鞋 这个名字呢 看你怎么想了 反正你要是能往恐怖片 那边靠一靠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没有了 开玩笑了 它这个很好看哦 它是一抹热情洋溢 很薄很薄 很透亮的那种水红色 像是早晨 趁着太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去森林里面采树莓 满载而归回来呢 捣碎 放在透明 洗得干干净净 还挂着水珠的玻璃罐里面 做的那一罐 酸甜可口的树莓酱 稍微呢放一点点 就能烤出香醇清甜的树莓派 咬一口唇齿流香 酸味呢 可能会让你稍微眯起眼睛 但紧接着啊 流露出来的那种甜腻 或者你觉得生活 都变得五光十色了 嘴唇嘟嘟的 朝气磅礴 这个是在巴黎的时候呢 我的小姐妹送给我的 之后我频繁的使用 非常非常非常的爱 我觉得配那种存在感不高 那种粉粉的那种 膨胀色系腮红贼美 最后两个要说的都是毛歌品 日常想把头寄给毛歌品老师系列 第一个要分享的是这个 无瑕霜色遮瑕膏801 有一个这种比较肤色的 有一个这种浅浅的 这种偏向肉色的 这种黄色的 膏状的又那种扁扁的扇形呢 就那种有一点尖头 那种硬硬的小刷子刷起来 特别特别特别好用 在脸上各个地方提亮遮瑕 效果好绝了 很容易就晕开 也不会说想像妆太厚 也不会说推不开 也不会说卡到毛孔里 有那种一点一点一点的感觉 贼润贼好 放在脸上该放的地方 稍微压一个蜜粉压一个散粉一概 哇靠 效果堪称神奇 虽然说没有能够得到毛歌品老师的手 但他已经把他的手呢 画成千千万万个替身 送到我身边来 我通常啊 喜欢用这个比较肉的这个颜色 放在眉骨下面 然后轻轻轻轻轻那么扫开 有眼影的这个地方就更凹了 然后上面这个眉骨呢 这里就凸起来 对比度特别明显 比较肤色的颜色呢 还可以拿来填这个黑眼圈 就轻轻来个小刷子 把它这么推开就好了 挺薄的 存在感不强 旁边这个黄色呢 最好用 不过它填肋勾 就是鼻翼两侧 这个比较凹的这个位置 跟法令纹的这个位置 平时脸上有那种 比较泛红的地方 肤色不云的地方 或者有一个局部那种小痘痘呢 也可以用两个颜色 调在一起 点压的脸上 正常的时候 我先点黄的 再点这个肤色的吧 就是脸上 匀镜肤色 消沟去痘的一元猛将 就你没有用的时候 你可能不相信 会觉得 怎么能那么好用 真的是 但实际上 当你真的用了以后 就会觉得 细节决定成败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 毛隔壁那家腮红 我很喜欢 806号的那个樱花膨胀色啊 801号呢 原先那种 就是粉粉举举的颜色 我都有 甚至用出一个大铁皮 前一段时间呢 收到这一块 低饱和度的杏仁烤奶 而且有点小小的 细细碎碎的光泽 太适合冬天了 你就拿一把那种 蘑菇头的刷子 或者那种火焰形状的刷子 顺着全裹 在面中这样子打开 在脸颊两侧呢 稍微放一点点 很显白 持妆一整天 甚至有一点点 跟自己的修容 融为一体 放在鼻头上 放在下巴上 一整个焦焊 都能闻到那种 Nuts啊 果仁啊 杏仁 被烤焦 放在一个一咬 挤出很多奶油的那种 烤热的杏仁牛角包 那种香的感觉了 我绝对不怎么调肤色 蛮显色的 最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年度爱用分享 希望简洁 希望有用 希望变美 希望你们都喜欢 2024一切顺利哦